为期四天的花莲县108学年度 国民小学篮球联赛 19号是在花莲市的中正国小开打 一共有11所的国小报名参赛 包含了10组篮篮 以及4组的女篮来参赛 今年因应武汉肺炎疫情的状况 取消了开幕典礼 而22号是进行了季军赛和冠军赛 最后男子组是由北昌国小 女子组由明年国小夺得了冠军 由花莲县体育会主办 花莲县体育会篮球委员会 承办的108学年度国民小学篮球联赛 19日在中正国小正式开打 为期四天的赛程 集结花莲全线11所国小来参赛 包含10对男子组以及4对女子组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取消了开幕典礼 另外也不对外开放观众入场观赏 比赛目的就是其实要让孩子们 我们推广花莲县的篮球不以余力 我们感谢花莲县政府 以及所有的相关单位 让我们能够在花莲的这个比赛 能够办理起来 总共男生是有10对 女生是有4对 那今天也做一个闭馆的动作 就是我们只有让我们工作人员 以及我们球员 我们能够进场 然后来举办比赛 那这一次在门口 我们也准备额温枪以及酒精 让我们工作人员以及学生消毒 那也希望说在这边 尽量我们做到防疫最好的一点 然后也让孩子们有一个球赛 可以好好的享受 联赛目的是为了发展花东地区 周末休闲活动以及篮球运动水准 借以培养优秀篮球选手 并配合政府单位培训优秀选手 22日的联赛结果 女子组电军是明义国小 继军是中正国小 亚军为西陵国小 冠军则是明连国小 男子组电军为明连国小 继军为宜昌国小 亚军是中校国小 冠军则是北昌国小 记者长方燕华联士报道